不是我不让实行 这个麒麟铁实在是太重要了 要是万一出了查错 职业承担不起他的责任 你能够有个保证吗 报告团长 我又报我 好吧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是 是 请用茶吧 多谢道长 上次大难不死 我想清楚了很多事 其实 我也知道你们俩 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吉深 您是故人之子 我与张文通先生 也曾有一面之缘 说起来 你们两个都不是外人 麒麟铁 不是你传家之宝 按理说 我应该双手封伤 可是事关重大 数难聪明啊 您说的都是情理之中的话 可是这次的 这麒麟铁啊 我们一定得拿着 除非你能说服我 现在 你 日本人想要盗取西陵 只有拿到麒麟铁 我们才能够 您腾眼试出来 西陵 当造死劫难 也是天数 你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 我们瞧瞧 这祖祖卑卑就是守灵的 您不能说 这盗佛这一带 这全给毁了 那回头我这要死了 这九泉之下 我怎么见这列祖列宗啊 依我之见哪 麒麟铁还是毁了他 不能毁呀 小鬼子那边 来了一个 日本最大的盗墓贼 叫藤也是 他对这个西陵 早就已经有研究 这个人必须除 不除的话 西陵的宝藏保不住啊 他现在这麒麟铁吧 我想用它做耳 把这个右耳 搬到小鬼子面前 引住这个藤也是 所以说 我们现在到您这儿来 一定要得到麒麟铁 既然如此 那就拿去吧 带着西山 你我各执一半 您的意思是 此铁 一座天地之坟 各得其所 我明白了 副官 自有半藏 福官 这可是拿命在赌啊 你们放心吧 大仨府 三亿何患 死亦何苦 我来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由 鸠山大佐率领了 大日本皇军特战部队的精英们 第一 鸠山大佐 第一 算领狙击小队 前来报到 从你的眼神中 我看到了意外 惊讶 不敢置信 这些反应 不应该是一位 身经百战的 日本统帅应该有的 鸠山大佐 所言极实 但 我很惊讶 王军的特种部队 第一狙击兽 竟然是一位 漂亮的姑娘 那八路军和乔吉山 他们就更加了不到了 这样 会为鸠山大佐的行动 带来很多便利 但愿如此 你们的主要任务 是猎杀乔吉山 我们的任务 是保护腾野先生的安全 腾野先生很安全 正如腾野先生介绍的那样 乔吉山这样的敌人 隐蔽性很强 与其寻找 不如手足带兔 乔吉山的目标 是腾野先生 只要在腾野先生身边 乔吉山早晚会有目的 黄军的特种部队 果然名不虚传 行事作风也非同一般 鸠山大佐 需要锦商为你做什么 我们必须占据有利地形 隐蔽在不易察觉的地方 这样才能一击致命 在这个期间 请由我们来保护腾野先生的安全 说得非常有道理 特战部队的精英们 我背下了酒宴 欢迎各位 请 请请 不过 不过 내�stress 收拾 来 来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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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要来找你 难道你就不怕死 死有什么可怕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看什么 被鬼子打的 就前两天 在西陵 既然知道 又何必问我 罗富贵 你胆子真不小 三番五四的骗我还不算完 说不 你今天又要搞什么鬼花样 你是个日本间谍 可你是个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可我还在日本留过洋 其实我们俩区别不到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现在已经在魏国效力 而你呢 还在任贼作福 你今天是来劝翔的 劝你投降八路军 算了吧 就你所做的事情 将比你八次都够了 那你今天到底来干吗 我想来看看你 看我 我想在临死之前 再看看我心爱的女人 运气还不错 我只打中了尖虾骨 如果再往下一尘 我的小命可真的就没了 你相信吗 子探打中我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了你 我倒是心想我完了 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可是老天爷 还是很眷顾我的 让我在临死之前 能够再见你一面 那你今天到底干吗呀 死过一次 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既然想你 为什么不能来找我 既然爱你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我不当八路了 你也不要当日本见地 我们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好好地过我们的小日子 那不更好吗 海棠 不过会没事的 你放心吧 打起精神来 准备战斗 忍着点啊 伤口已经化了脓 必须得清理干净 跟日本人学的 这是自救措施 海棠 你放心好了 乔锦三被抓之前 告诉了我吉林铁的命 等我伤好了 我们去把宝藏挖出来 我们去把宝藏挖出来 到时候 我们这辈子 就不早死不走算了 又想来骗我 你看看 又是一张假其名铁 人之将死 其言也散 鸟之将亡 其名以爱呀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 为什么还要骗你 那为什么 只有半张 我不会那么傻的 带着七灵铁满大街的溜达 万一被鬼子抓住 那半张七灵铁 还可以报我的命呢 死过一次的人 还是怕死 怕死 是因为还有放不下的人 放不下的死 我还想再见到你 跟你结婚 跟你生孩子 跟你过日子 你累了 睡一会儿吧 什么药 毒药 你敢敢吃 你是真不怕死啊 能死在自己心爱的女人所里 负不负何求 困了吧 睡一会儿 睡过去 什么事都没有 又你家伙要骗我 哎 精神着点儿 别出了事儿 当家的 兄弟们可都是一肚子怨气 满腹牢骚啊 这小日本 压根就没拿咱当人看过 就算是条狗 杀之前你也得琢磨琢磨吧 可杀咱们兄弟呢 他们连他们眼睛都不长一枪 小点声 报纸上说了 这叫利欲驱使 天良泯灭 别说是咱们了 就连他亲爹 这日本人说啥就啥 要不能闹出这么大动静 都变成世界大战了 什么世界大战 说远了吧 那好 我现在跟你说点劲的 乔记山这条线可就断了 日本人死守住西陵不放 这八路又紧盯着日本人 我们要想获得西陵的宝藏 难上加难 所以我们要紧盯藤隐士 二叔 咱们连人命都快保不住了 您还惦惦那西陵呢 闭嘴 你二叔是有追求的人 以前为了保命 我可以舍财 今天 我是一不做二不休 我为了财可以舍命 我要跟他学战到底 这娘们干嘛来了 小孩儿 快 柳子 盯住了他 机会来了 明白 你 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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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真的 麒麟帖 这正是大日本天皇 梦寐以求的麒麟帖 大清朝的灵气 果然是极观重重 严丝合缝 要不是这张麒麟帖 大日本皇军 牺牲再多的勇士 也打不开 剩下的半张麒麟帖 是不是在罗富贵的手里 是 立刻抓捕罗富贵 严刑拷问 问出麒麟帖的下落 请等一下 滕野先生 八路军都是硬骨头 如果我们想硬撬开 他们的嘴 比登天还难啊 我会用黑龙会的酷刑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一旦我们用情太重 伤了罗富贵的性命 我们岂不是连唯一的线索都没有 那你说该怎么办 罗富贵能将半张麒麟帖给我 证明他对我还有暗默之心 不如我们将计就计 又使他 带我拿回另外半张麒麟帖 好 事成之后 我会向日本天皇请命 准意加入日本国籍 多谢滕野先生 请您将手中的半张麒麟帖给我 以免罗富贵起义 如果您不给我 那另外半张也拿不回来 留着这张半张废纸 又有何用呢 其林铁事关重大 我会派纠缠川子保护你的安全 一旦发生闪失 立刻抓捕罗富贵 滕野先生 八路军十分狡猾 如果让罗富贵看出什么破绽 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你放心 纠缠川子 是我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女特工 绝对不会被看出破绽 我给罗富贵已经吃了安眠药 明天一早才能醒来 明天一早 我会派纠缠川子到你那里 取剩下的半张麒麟铁 吃点东西 吃饱了才可以随时准备战斗 吃不下 嗓子眼堵得慌心里忙忙糟糟的 这就是牵挂一个人的感觉 那会儿季山被鬼子抓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和你现在是一样的 咱俩可不一样 富贵救过我的命我才牵挂他的 那也是牵挂呀 不是牵挂 是惦记 也不是惦记是总琢磨 我也说不清楚了 来 放心吧 富贵一定能把他 藤眼那个老鬼子引到咱这来 咱们计划 天 天 天一无风 我是担心万一 万一 没有这个万一 麒麟铁铁已经用上了 藤眼使一定会来 放心吧 富贵一定不会出问题 我们一定会活着藤眼使 西里还是没底 那就从近往远看吧 罗富贵一个书呆子 现在都成了一位抗日的勇士 那日本人还能在这儿横行多少天啊 还不明白啊 指导员那是用 用富贵身份的变化来说明 战局的变化呀 小小鬼子 早晚得让人大大大出去对不 到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过上安生的日子 到那个时候 我就杀了两口非猪 煮到十大锅大肉 放开了陆皮尝开了吃 我我就扎 扎得上百个烟花 咱 咱 咱放一夜 不 不同样 到时候我就买十件鸡袍 见天换着穿 臭味 什么呢 你们俩臭什么肉呢 我穿棋袍怎么了 谁看呢 谁 谁看呢 我还没死 我就是跟你吃了一片安眠样 让你舒舒服服地睡一会儿 这一脚啊 睡得太舒服了 海棠 我真的梦见我们去了丧海了 富贵 我刚才带着你那班长提灵铁 去找童野了 他说是真的 你真不怕死吗 我被自己心爱的人出卖 比死更可怕 带我去见腾野吧 拿我的人头 再为你换一份功劳 我也算死而无憾了 那好吧 那就跟我走 起来 小海棠有问题 小海棠有问题 你看到什么了 不管我观察得对不对 我们目前很被动 被动 他拿走了齐铃帖 又将行动时间推迟到明天早上 如果他今晚逃跑 如果他今晚逃跑 那到手的秦铃帖又将不翼而飞 小海棠自幼接受皇军的培养 不会背叛大日本帝国吧 可他毕竟是弱人 而且是个女人 女人会为了感情付出一切 更何况 我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凌乱 慌张 请您相信我的直觉 追 慢 罗富贵拿来齐铃帖的目的 是为了引用藤野心的伤口 如果贸然追击的话 就会中了乔记山的轨迹 齐铃帖已经出现 我们就不能轻易地放过 请放心 野外追踪是我的拿手好戏 拜托了 快 你要带我去哪里 去你想去的地方 快走 你是要在这里枪毙我是吧 你想死我还舍不得你死呢 我们快走啊 不走了 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去哪里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走了 不想活了吗 你是担心你的宝贝吧 给 还给你 蜆蜓 这怎么回事 我把这半张提铃帖拿过来了 现在 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上海啊 上海 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 这是我的抉择 抉择 当唐爷告诉我 这半张提铃帖是真的 我突然醒悟了 我突然想起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你是爱我的 我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 我要过我想要的生活 我不要一错再错下去 富贵 我要跟你在一起 过我们的生活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就别无他求了 富贵 你怎么了 你搞砸了 我搞砸什么了 你 阿棟 你搞砸假的话 我很感动 可是 可是 可是我担心日本人 他一定会盯扫我们的 你晓得吗 放心吧 他们以为我们明天早上才出发呢 我只是怕他们心怀轨迹 会马上找到你 我们才先走一步 他们一定不会跟上我们的 你的意思 唐爷子会跟踪我们 那还用说吗 那我就放心了 对 那就没有命了 那就没有命了 跟他的 叫揪山 是个冷面杀手 手下有五个人 个个都是狙击高手 白米内 可以射死一只佳雀 那我就更放心了 你什么意思 听你这话查 好像盼着他们追来说的 对 为什么 这是我的任务 你什么意思 海棠 从今天开始 我想要你记住 你是一个中国人 不要再为鬼子卖命了 快走吧 我不走 为什么 告诉我 海棠 我不瞒你 我的任务就是又杀藤烟死 海棠 你那迷途自焚 我很欣慰 可是 我是一名八路军的战士 好好看一看啊 我们不能 还有追头 不要再说了 看仔细点 快 弟兄们 把眼睛都给我瞪圆了 好好看一看啊 看仔细点 那边山上 还有追头 怎么了 哎 肯定就在这附近 弟兄们 记住了 一男一女 撒开了网 给我找出来 是 是 富贵 你快走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你放心 钱一魂不会把我什么样的 你给我记住 以后 不要随后看到你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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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一魂 谁 谁 海棠老板 你怎么在这儿 你 你是给我送什么指示吗 带着你的人马 回去 慢着 这我可得问清楚 这是 你的意思呢 还是日本人的意思啊 你呢 是黄军的指派 还是你个人的行动 我 那你要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我有我的处理方式 弟兄们 接着搜 是 不忍道 别听他的 搜 搜 入打面口 走 怎么着 我估计 他那个伴儿跑不远 接着搜 是 你干嘛呢 发什么态啊 罗富贵替我打过一颗子弹 啊 富贵不错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金山哥 强柳的瓜补田 富贵哥有什么东西 这也是对我好 也是不能害人家 看来我们追击的方向没有错 追 等等太阳先生 八路的目的 再因引诱你出城 请先生回城 我必须亲手抓到敲击山 拿到麒麟铁 为了先生的安全 先生必须回城 禅子小姐多虑了 我也是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 更何况 还有六位皇家的精英保护 那就请先生服从我的指挥 好 分山搜索 继续前进 我们走 旅长 福贵来了 让到家住一面 是 福贵 乡家 福贵 好 他嫌死 原被天亮以后才打算跟踪我的 可是不晓得什么原因 半夜就被钱玉坤给盯上了 他马上就到 现在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 根据我掌握的情报 他们还带着几名顶线地狙击扫 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 主要是加上钱玉坤的伪军 这样看来的话 那滕尹师就很难消灭掉了 咱们呢 先设法和伪军遭遇 形成战斗的奖项 鬼子看见了 他一定会加入战团 咱们在外围 埋伏上咱们的神枪手 伺机把这个藤岩石干掉 那要是鬼子不上宫呢 没关系啊 咱们把这个藤岩石 游到感恩殿 咱们带上雪亮亮和左神枪 跟他们的狙击手 好好较量较量 好 走吧 都给我睁大了眼睛啊 看清楚了点 打人家呢 啊 看看看看 血迹未干 看来这小子没法无远 这样 奔两路 一带一路 我带一路 撒开了给我掃 行 明白 来 这一队跟我来 这边跟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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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前进 前面这片开阔的地方 前面正在打仗 不有埋伏吧 如果罗富贵是诱饵 前面的战斗 也可能是诱饵 我不明白 你不是军人 战术都不懂 在情况未明之前 我不允许先生冒险 二叔 小心点 爬下 二叔 咱怎么撤出来啊 这什么用的 废话不撤出来 不撤出来 你能弄弄清怎么回事吗 这遭遇战打得不迷不满 我都要看看 这日本人跟八路 到底是为什么 撤 我不能放弃齐灵天 看来他们要撤啊 不行 你们不能通上去 他们都是狙击手 太危险了 不会 我们这狙击手 也不少啊 老大 我们要打有准备之杖 不行 我不能看着你们去冒险 我也不能看着你去冒险 我没事 你看 我现在身体好好的 我再跑一个来回 也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好 多谢电话给你 我觉得 最好的福气点 就是感恩殿 我们感恩殿见 福光 千万小心 没事 小心点福光 朱将来 对 后面 要求赵 对 然后 凯多 啊 凯多 对 快 快 我坐他 等一等 等等 他又跑了 鬼子们的口头看起 人管我坐着你 我完不出我之所料 原来他们是为了他呀 看见了吧 罗富贵 快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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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打死他 只能拿到半张麒麟铁 跟住他 就能拿到那半张 为了天皇陛下的利益 拜托了 追 快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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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们的口头看起 走 跟上 跟谁啊 这又是鬼子又是八路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没意思 咱赶紧跑吧 往哪儿跑 没出息那样 我告诉你 谁要跟上罗富贵 拿到麒麟铁 才是咱俩最终的退路 跟上 再不到 快救命 田野先生 我们是冲进去抓人 还是等待乔极山 中国有句老话 叫请军入瓮 只要送他们进去 我们守住门口 凭借揪山大佐和几位的枪法 这是消灭乔极山和突击队的 最好机会 不拿到麒麟铁 绝不能动手 明白 隐蔽 小胆去 每个智光 有一个人 有一个田舍 这�击 此去 还是 手 这�击 是 这�击 得 它 别 对 那么 它 我觉得 我们 他们 还 防 说 这 recipient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